晚饭都煮好了 谁的你都不来 我一个人吃就不香啊 盐须根根配上豆豉可可 这个味道就像是杠上花 翻满乌骨鸡 吃这个彩芯啊 还是要蘸上我们家这个彩虹 腐海椒面 小时候的味道 安逸的很好哦 酸菜鱼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其实一点也不难 你看买鱼的时候 让老板娘切的鱼片 放点盐 葱姜水淡青生粉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然后把鱼骨煎香 放姜蒜辣椒和酸菜 煸炒两三分钟 再加入适量清水 和一包熬着好的酸汤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五分钟后 把鱼骨和酸菜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下鱼片 小火煮上30秒就可以了 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如果你经常腰酸背痛 这道汤记得要收藏好哟 锅中放超过水的猪尾 猪腰 黑豆 杜仲 姜片 红枣 一次性加满清水 煮开后转中火煲一小时 放盐和枸取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 快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你们看哈 我们家这个主体 蘸这个彩虹 发海胶面啊 只有我们四川人吃的奶 其他地方来的鼻子都掉下来 春季是孩子长高的季节 这个肉末鸡蛋营养汤 你一定要安排起来 首先前腿肉剁碎 香菇切薄片 碗底铺上一层肉末 倒入半碗清水 打入一个公鸡蛋 放上两片香菇和姜丝 再来几颗枸杞 一小勺生抽 水开蒸上20分钟 最后撒葱花就可以了 为什么酒店里的猪肚鸡汤又浓又白 关键是这一步 首先超过水的猪肚切条 然后将片白胡椒碎炒出香味 再下猪肚翻炒两分钟 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也是汤浓白的关键 煮开后转中火煲一小时 然后下鸡块再煮10分钟 最后来一勺盐调味 有条件的来点枸杞和一勺牛奶 营养美味的猪肚鸡汤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为什么酒店里的猪肚鸡汤又浓又白 其实它的做法很简单 首先将片白胡椒碎炒出香味 然后下猪肚 炒过的猪肚汤才会又浓又白 放点党参和红枣 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也是汤浓白的关键 煮开后转中火煲一小时 然后下鸡块再煮10分钟 最后放盐调味 有条件的来点枸杞 养美味的猪肚鸡汤就做好了 最近猪肚可便宜了 花了四十五买一个回来煲汤 猪肚汤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是不知道怎么做 汤才会又浓又白 洗好的猪肚冷水下锅 放点料酒 焯水捞出 然后切成小条 将片白胡椒碎炒出香味 下猪肚煸炒两分钟 猪肚汤才会又浓又白 一定要加入开水 这也是汤浓白的关键 煮开后转中火炖一个小时 然后下鸡块煮个十来分钟 放点盐 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猪肚鸡汤 营养好喝 你也给家人安排起来吧 为什么酒店里的猪肚鸡汤 又浓又白 关键是这两个步骤 你在家也能做出来 首先将片白胡椒碎炒出香味 然后下猪肚 炒过的猪肚炖出来的汤 才会又浓又白 一定要加入开水 煮开后转中火煲一小时 然后下鸡块再煮十分钟 最后放勺盐调味 有条件的来点枸杞 两位的猪肚鸡汤就做好了 你们看 我叫做辣椒面安逸不 今年的新的只做了辣椒面 搞得来吃不 安逸得很 猪里肌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肉质滑嫩 其实一点也不难 首先准备一块上好的里肌肉 切厚厚的薄片 放盐 鸡精 料酒 生抽 一个蛋清 一勺生粉 这是肉质滑嫩的关键 然后把姜蒜 辣椒炒出香味 加入一碗清水 调味只需要一包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放一点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轻轻滑动 小火煮上三分钟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以后你要是想吃酸汤肉片了 就跟着我这样做 酸爽滑嫩 好吃到汤汁都不剩 首先里肌肉切成薄薄的厚片 两面裹上淀粉 用擀面杖垂打五六七八下 垂成纸一样的薄片 然后葱姜蒜炒出香味 加入适量清水 调味只需要一包熬制好的酸汤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煮开后下入你喜欢吃的蔬菜 烫熟捞出 垫在碗底 然后下肉片轻轻滑动 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 学会了你也回家做起来吧 在广东这道肉酿水豆腐是我们经常吃的一道家常菜 嫩豆腐对半切开中间挖个小坑 肉末中放挖出来的豆腐 葱花 盐 鸡精 生抽 胡椒粉 搅拌均匀后酿入豆腐中间 然后肉面朝下煎至八面金黄后转入砂锅中 再倒入一碗料汁 扣盖焖煮五分钟 出锅啦 真的太香了 答应我你一定要试试 我做梦也没想到南瓜饼这样做 不煎不炸 香腸软弱 好吃又好看 首先南瓜上锅给它蒸熟 放一勺白糖 再压成南瓜泥 加入适量糯米粉和一勺玉米淀粉 揉成光滑的面团 粘上一坨面团 压扁后放入豆沙馅 像我这样封好口 再慢慢搓成小圆团 然后用牙签压成小南瓜的形状 芹菜梗装饰一下 水开上锅 大火蒸上二十分钟 这样做的小南瓜香甜软糯 我家四个孩子抢着吃 作为广东人的我 除了煲汤以外 生滚汤也是很拿手的 首先丝瓜去皮 切滚刀块 油热煎香两个葱鸣蛋 捣碎后放点姜丝和适量清水 煮开后放入丝瓜和新鲜猪肉 大火煮上三分钟 最后放点盐和胡椒粉调味 有条件的再来点枸杞 汤鲜味美 低卡又营养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 这是被誉为 潮汕三大毒药之一的生烟皮皮虾 据说能让人茶不思饭不想 洗干净的皮皮虾 淋上白酒消消毒 剪掉扎手的小脚胶和尾巴 剪断更容易入味 碗中放香菜 姜蒜末 小米辣 生抽 白醋 鱼露 香油 兑上凉白开 这就是生烟皮皮虾的灵魂料汁 生烟螃蟹和大虾都非常好吃 放在冰箱里两三小时就可以开吃了 如果你做的酱牛肉又柴又硬 一定要试试我这个秘制做法 这个味道真的绝了 这是我用清水泡了五个小时的新鲜牛腱肉 放了大概200克的生抽腌制一晚上 然后再放上盘中这些香料 一把红葱头 几颗冰糖 姜片 腐乳汁 一勺盐 两勺甜面酱 一次性加满清水 扣盖炖一个半小时 记得关上窗户再打开盖子 筷子能轻松插进牛肉就可以了